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秦史江连衡 于是乃魔焰乌极雀 焰乌极雀是一个观赛的名字 魔就是接近而经过的意思 你想咱们今天说摩擦 你不是俩手摩擦 但是手很近 所以这魔就是接近而经过 就像魔一样 焰乌极雀是个地名 观赛名 建税赵王于华屋之下 赵王是赵宿侯 严宿的宿 他在位时间是公元前三四九 到公元前三二六年 华屋是高大华丽的屋子 支掌而谈 支掌是几掌 几掌的意思 就是拍着巴掌 说的兴奋的时候会拍着巴掌 赵王大跃 封为武安君 武安是赵国的一个城的名字 兽相印 这个兽就是 今天咱们写的提手的兽的本字 又是古今字 就是当初这个传授的兽的兽子 没有提手 后来呢 为了区分 他的太多的意向 把它加一个提手 隔车百胜 隔车 就是包着皮革的车 这个和当时的那个盔甲 咱们上节课讲了 盔甲是用 最早的盔甲 是用皮 皮革做的 和主要挡这个弓箭的那个箭 那么 所以 这包着皮革的车呢 就是指冰车 百胜 就是一百辆 锦绣迁臀 这个臀呢 是相当于现在的皮 一千皮 白臂百双 臂 这个咱们在古漢语里碰到过很多次了 这个臂呢 就是玉环 就是圆形的 然后中间是空的 整个一个玉的环 黄金万亿 这个亿字 通那个金字边的亿 它是重量单位 古代的这亿呢 大约是重二十两 或者是重二十四两 当然这个两是小两 就是一斤十六两的那个两 以随其后 约纵散衡 以意强秦 约纵 就是定约合纵 散衡 就是拆散连衡的国家 什么叫衡 什么叫纵 什么叫约纵 什么叫连衡 这咱们上节课 已经给大家解释了 以意强秦 来抑制强大的秦国 故苏秦 相于赵 而官不通 所以苏秦呢 在赵国 作下 而官不通 这个官 指的是 寒谷官 寒谷官呢 是六国 通向秦国的 要道 史记 这个 苏秦列传 就是 里边 也有这样的记载 苏秦 既约 六国 纵亲 就是 他把六国呢 都 说服六国呢 都合纵 来对付秦国 秦兵不敢亏 韩谷官 十五年 就秦国的军队呢 不敢 看 就说不敢 那个 对韩谷官 有想法 韩谷官 东北有想法 达十五年之久 就说苏秦呢 他确实 就是他的 游说 在当时呢 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从史记来看 确实是这样 我跟大家说过 史记呢 确实 他的这个 所记述的史实 基本上都是可信的 可信度非常高 这一段 给大家翻译一下 于是他就 路经厌无极确 来到赵国 在华丽的宫殿里 劝说 赵王 他讲得非常兴奋 有时不自主地 拍起了巴掌 赵王听后非常高兴 就封他为武安君 并 授给他 相印 就是聘他为相 他 带着冰车百亮 锦绣千皮 白币 百双 黄金万亿 到各国去游说 定约合纵 拆散了 拆散了连横的国家 来 抑制 强大的 秦国 因此 苏秦在赵国 做宰相时 六国 和秦国 都断绝了 往来 这一段 主要 说的是 苏秦 运用 约纵之说 说服了 六国 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 下边一段 当此之时 天下之大 万民之众 王侯之位 谋臣之权 皆欲绝 苏秦之策 不费斗粮 为凡一兵 为战一世 为决一贤 为哲一使 诸侯乡亲 贤于兄弟 服贤人在儿 天下福 依人用儿 天下从 故曰 事于正 不事于勇 事于庙堂之内 不事于四境之外 当秦之龙 黄金万亿为用 转购连计 炫黄于道 山东之国 从凤而浮 使赵大众 且赴苏秦 特穷相 枯门 桑户 圈书之事 而 服事 准贤 横立天下 停睡 诸侯之王 渡左右之口 天下 莫只能看 当此之时 就是就在这个时候 天下之大 万民之众 这好懂 王侯之威 威是指威势 谋臣之权 谋臣的权力 皆欲诀 苏秦之策 这个诀 大家注意 这个诀 就是咱们说过不止一次的 动词的 什么用法 在这儿是被动用法 都想被苏秦的策 所决 这个策指的是谋略 苏秦的谋略 所决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要特别注意 这种被动用法 特别注意 当然咱翻译的时候 不一定要把这个被子 翻译出来 可以翻译为 取决于苏秦的策略 不费斗粮 为凡一兵 为战一世 为决一贤 为哲一使 这个比较好懂 凡一兵 就是烦劳的意思 战一世 为决一贤 这个可能基本上 这决是断的意思 贤是指攻贤 为哲一使 就是没有哲一之箭 诸侯相亲 咸于兄弟 就是诸侯之间 互相都非常亲近 咸于兄弟 咸于是胜过的意思 关系呢 都胜过了兄弟 这几句给大家翻译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广大的天下 众多的百姓 王侯的威势 谋臣的权利 都要受苏秦谋略的支配 或者都取决于苏秦的谋略 没有耗费一斗粮 没有烦劳一个士兵 没有一个士兵参战 没有拉断过一根弓弦 没有折断过一支箭 就使六国的国君 能够相亲相爱 胜过兄弟间的关系 这点显然有点夸大之词了 这六国 说比兄弟兄弟还 就是由于苏秦的游说 使他们比兄弟兄弟还亲近 这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事实上 他们之间 这个还是 有的时候还是要有战争的 服务贤任在而天下服务 依人用而天下同 这个用呢 还是被任用 不曰 事于正不事于偶 这个是是用的意思 就是意思是要运用政治的威力 而不必用武力 下面这句是要在这个庙堂 庙 狼庙 大家注意 庙呢是指宗庙 就是帝王 祭祀祖先的地方 就是宗庙 狼是庙东西 有底的过大 就是那个走狼 古代帝王呢 经常在狼庙 就是在宗庙 那个地方呢 议论朝政 以示庄重 所以呢 后来呢也称朝廷为狼庙 就是庄重的地方 以朝政的地方 所以这个狼庙呢 实际上就是朝廷的意思 不适于四境之外 这两句的意思呢 就是说 要在朝廷内运用谋略 而不必对外用兵 这两句给大家翻译一下 这说明闲人在位 天下的人自然会信服 一个闲人被任用 天下的人都能顺从 所以说 要运用政治的威力 而不必用武力 要在朝廷上 要在朝廷内运用谋略 而不必对国外用兵 当秦之龙 这个秦是指苏秦 龙是兴盛的时候 就是龙盛 显赫得意的时候 黄金万亿为用 万亿就是很多了 就是很多的钱 为用 就是为他所用 被苏秦 所支配 就是随他 随他支配 赚古连迹 刚才这个字 这个字应该念鼓 鼓 就是车中间 那个轴 轴外边那轴套 连迹 转鼓 就是说这个车 车轮子在转动 连迹 迹呢 古代是一人一马 叫迹 所以呢 这个 转鼓连迹 意思就是车马 成群的意思 车马连成串 炫黄于道 这个炫黄 就是炫耀的意思 山东之国 这个山东 不是咱们现在 山东省 而是 小山以东 在这儿呢 是泛指 东方六国 从风而浮 就是 从风呢 是比于迅速 顺着风 文风 就都服从了 都服从于苏秦 使照大众 大众 就是 威望 大大提高 且服 还是发语词 相当于 现在汉语里 再说 什么什么 苏秦 特 穷 穷门 特 这个特 什么意思 是紧紧 指的意思 指 紧紧 穷向 这好懂 窟门 这个窟 指的是 在墙背上 遭门 就是 凿墙 为门 就是很穷 他 在墙上 凿一个窟窿 凿掉一块墙 就算大门了 三户 圈书 只是 三户 圈书 这个 三户 就是 以 桑木 为 大门 圈书 就是用树枝子 做门轴 就是说 这个 大门 本来就很不像样 而且呢 这个 门轴 和这个门本身 又是用桑木 用树枝子 这么对付着 就是说非常穷 服饰 准贤 横利 天下 服饰 车前 扶手的横木 这个呢 咱们可以 看一下 这个古代的战车 古代的道路 很不平 很颠簸 所以他必须得 抓着一个木头 这个木头 这车前横木 就叫 是 准贤 这个准是 勒的意思 勒的 这贤是马嚼子 勒的马嚼子 所以服饰准贤 就是 就是驾车的意思 横利 天下 这个利呢 是 就是横行 横行天下 停睡 诸侯之王 睡是说服 诸侯之王 这好懂 停睡 这个停是什么用法 就是在朝廷上 所以这个停 在这是名词 用作状语 表示地点 度左右之口 这个度 是 堵塞的意思 天下莫之能抗 天下莫之能抗 就是天下莫能抗之 没有人能够和他 这个抗是抗衡的意思 通这个 这个提手 那个抗 但是 咱们在 讲这个 否定词 后边的 代词 并以前置 规律的时候 已经说过 这是最 最正常的 古汉语的词序 不是道庄 这个大家一定要 记住 最后一句 给大家翻译一下 当苏秦 显赫之时 万亿的黄金 随他支配 随从的车马 连成了长队 在路上 威风 凛凛 小山以东的国家 文凤 而 服从 使 赵国的 威望 大大提高 再说 苏秦 原来 只不过 是个 地位 非常低的 读书人 他住在 穷巷里 凿墙 为门 以桑木 为门户 用树枝 做门轴 可他却能够 驱车 勒马 走遍天下 在宫廷中 游说 各国的 君主 使 君王左右的人 哑口 无言 天下 简直 没有 人 能够 与他 抗衡 这一段 实际上 他还是在 强调 苏秦的作用 当然 这一段 我想 他因为 前边 咱们最开头 是介绍的时候 说过 这篇文章 主要是那些 游说之士 他们 自己 编写的书 所以 在大的方面 和历史 事实是符合的 但是这些小的地方 难免有 夸张之词 所以他这个地方 就是说 由于他一个人的作用 就使 六国 整个改变了面貌 使当时的 国际形势 整个都发生了变化 这个恐怕 还是有 有一定的夸张成分 在里面 这个咱们读的时候 应该 注意 下边呢 是最后一段 江睡楚王 路过洛阳 父母闻之 清宫除道 张乐 张月 射隐 交迎三十里 其侧目而视 清 清耳而听 扫 蛇心 朴福 四败 自贵 而谢 苏秦曰 扫 何前聚 而后悲也 扫 曰 以继子之 以继子之 为尊而多金 苏秦曰 绝乎 贫穷 则父母不子 富贵则 亲戚未惧 人生世上 世为富贵 何可呼呼哉 这段非常有意思 江睡楚王 就说 他在 赵国 做相之后 他还继续在游说 他将要到 楚国去游说 这个当时 楚国呢 是处 威王 威姓的威 他在位的时间呢 是公元前 三三九 到公元前 三二九 路过洛阳 洛阳呢 就是苏秦的 家乡 父母闻之 清宫除道 清宫 这个宫 我也说过不止一次 在先秦时期 这个宫 不是palace 不是宫殿 一般的 平民的家庭的房子 就称为宫 它的这个 甲骨文字形 就是一个房子 上面两个窗户 这两个窗户 其实就是 咱们现在看到 宫的这个 两个口子 所以它就是 房子 普通的房子 除道 是指 整修道路 张月射隐 张月 就是 奏起音乐 射隐 就是摆下 九席 焦迎三十里 就是 除城 除城焦外 三十里 去迎接 以示隆重 这个焦迎 大家看 这个焦字是什么用法 又是名词 用作状语 这个就和他前边 很不一样了 大家 看一下前边 前边的情况 当时呢 他归至家 妻不下任 嫂不为吹 父母不语言 他爸妈根本理都 不理他 他这人回家之后 大家都跟 没这人一样 根本没什么反应 根本没人理他 这回可完全不一样了 父母温知 清空除道 张月射隐 交应三十里 到三十里外 这个 摆下宴席 奏起音乐 隆重的来 接待他 气侧目而视 就是 斜着眼睛看他 就是都不敢 不敢正正眼看他 就觉得 这人简直是 不得了了 这都 清耳听 就是侧着耳朵来 听 形容非常注意的听 就是说 把他当成一个 非常伟大的任务了 说 这个嫂子更可乐了 蛇心俯俯 咱们看他 嫌门呢 是扫不微吹 他回家之后 连饭都不给他做 这现在呢 是 蛇行俯俯 就是说呀 他这个像蛇一样 在地上 爬 爬在地上 而且曲折的 这个 往前行 就像一条蛇一样 就是 特别自卑 特别这个 这个 卑下的样子 次败自贵而谢 次败就是 拜了多次 自贵 就是 贵下来 而谢 这些不是 不是 thank you 是 道歉 因为他前面呢 对他这个态度很不好 所以现在呢 赶快又 又给他磕头 又给他 这个下跪 又是 又是拜 然后 又向他道歉 苏秦曰 这个苏秦呢 一看到这种情况 也很 也很什么 就说了 嫂 和前 前距 而后 悲也 因为他那些人啊 他都不好说 他父母 当然不能说 是吧 他妻子嘛 也不太好意思说 是吧 那就他嫂子呢 跟他关系稍微远点 所以他就 单 问他嫂子 和前距 而后 悲也 啊 距 是傲慢 啊 悲 是 悲下 他嫂子 说什么呢 嫂曰 以 济子之 为尊 而多金 啊 这个济子 是 苏秦的 字 为尊 就是 地位 尊贵 啊 这个 这个位呢 主要是官职 啊 官职很高 啊 而多金 啊 因为他已经做到下了 啊 仅次于那个君主了 啊 而多金 啊 钱也非常多 啊 这苏秦看到这种情况啊 前后对比 大家看何等 何等 强烈 啊 他自己那也非常有感慨 啊 居户 贫穷 则父母不子 富贵 则亲戚畏惧 这好懂 啊 不子就是 不以 他为儿子 啊 人生世上 世卫 世卫 就是指这个官位了 是吧 地位 权势地位 啊 和这个富贵 啊 盖 这个盖 就通这个和字 啊 就是没有草子头 念和 啊 这盖 没有草子头念和 这个盖呢 就通这和 是 南道 的意思 啊 户 这个户呢 是 还是清室 啊 啊 这段 给大家 整个的翻译 一下 苏秦将要去游说 楚威王 路上 经过 家乡 洛阳 他父母 听到这个消息 就清扫房屋 扫进 道路 奏起音乐 摆下 酒席 到郊外 几十里 远的地方 去迎接 他 妻子 对他 只敢 斜着眼看 侧着 耳朵 细听 他 嫂子 像蛇一样 在地上 爬行 到 苏秦面前 下拜 多次 并 跪在 地上 认错 苏秦说 嫂子 你为何 以前那么傲慢 而现在 这样 悲下呢 他嫂子说 因为 您的 职位高 钱又多 苏秦说 爱 人如果 贫穷 连 他的父母 都不会 认他 为自己的 孩子 人如果 富贵 连 亲戚 都要 表现出 畏惧 人生 在世 对 权势 地位 和 金钱 富贵 又怎么 能 轻视呢 这段 主要说的是 苏秦 成功之后 的 一些情况 当然 这里边 还是有所 夸张 当然 这个最后 的一句话 咱们应该 对他 有所分析 就是说 这个 其实 人生 世上 世为富贵 当然 有些人看来 很重要 但实际上 比这个世为富贵 重要的东西 要多的 要有很多很多 是吧 这个 我想咱们 这个人可能 有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对这些问题 看不明白 这个 五十之天命 我现在已经过了 之天命的岁数 所以对这些东西 我觉得 就能够 看得比较清楚了 也希望大家 能够对这些东西 有所 有正确的认识 这节课 咱们就 讲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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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